作词 李宗盛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悠悠 是那童年的阿娇 轻松的阿娇 舍离去这里下船 一人满脚中间 一把口口细松 阿娇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连长 天上躺着泪 像那条弯弯的河水 满弯的河水流啊 流进我的心上 他们俩的生意有点相似 谢谢 对吧 对 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我 故乡的月亮 你那弯弯的忧伤 唱透了我的胸膛 他们俩就是刘芳和李健的这个学生 是不是 对 我就他和李健的那种书生气缘 那种气质的相似 你说还真是 有一个温温的月亮 遥远的夜空 有一个温温温的月亮 温温的月亮下面 是那温温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温温的小川 温温的小川游游 是那童年的阿桥 把脚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弹着你 像那条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河水流温 溜尽我的心想 脸上弹 好听 这个歌也很适合他们 适合他们的声音 改得很好 好听不好听 好听 第二位都是我们 新生代的藏歌手的 骄傲 是的 二位是第一次搭档唱歌吗 是的 第一次 对 什么感受 上一届的这个诗歌 先来说吧 诗歌 就是 单真弟弟唱的特别好听 他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是很干净的 没想到他比我更天了 真的是这样 那单真你妈也说说 跟评错搭档的一种感受 爽 其实我俩是到中国藏歌会才开始接触的吗 以前你们两个不太熟是吗 隔着屏幕我见过他 我也见过你 但是这也是第一次见 我觉得他们俩这次来到我们的中国藏歌会 其实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我发朋友圈也是发了说 尝回家看看就发了 就是就是就是 一定要尝回家看看 大家要不要 对 而且啊这样的一个搭档 我觉得非常妙啊 扎西评错 淡增尼玛 干脆就敢组合成一个组合 就叫扎西尼玛组合 我在这儿 你这是在宣传那个山哥哥哥吧 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 双冠的精彩呈现 谢谢 谢谢 谢谢